昨天4月20日,我老公很开心地买了东西回来吃火锅 他说新冠肺炎,今天零个案,所以我们要庆祝 他是做饮食业的,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放无薪假 不过他放无薪假,都天天要上班 因为他是餐厅的管理厂 虽然他这么开心,买了东西想我陪他吃火锅 但很可惜我令他很失望 因为我约了一班朋友在Google Hangouts 谈一些东西 而不能专心地陪他吃火锅 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就觉得我一早约了人我就不想推 不过后来我也是早了结束在网上和朋友的聚会 希望这个疫情真的快点过啦 这样大家的心情都会好些 在录得令个案之前 香港已经连续8天是单位数个案的了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我们 不要这么快开心主 因为要连续28天 没有个案只算是稳定的 再说回我们今晚用这个Hangouts的经验 我觉得也是Zoom很容易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用Zoom了 因为他们觉得Zoom是很不安全的 Zoom的稳定性高点 我也是喜欢Zoom 我觉得设定密码就可以了 今天先说到这里 多谢你聆听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